好,那么看一下,那么刚刚这边呢,是我们用户提交订单页面的一个显示啊,你要查询出用户它的地址信息,还有呢,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以及它的数量,还有呢,小计,最终呢,计算出这个商品的总件数,总金额,运费,还有呢,是付款啊,把它们在这个页面上呢,能够呢,去做一个显示啊, 那么,然后呢,在这里面,当用户呢,一点击提交订单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后台给它生成一个对应的订单啊,至于这个订单怎么生成,我们首先呢,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订单里面的两张表,那么这两张表呢,在我们一开始呢,去设计这个表的时候,包括订单模块里面,包括两张表,一个呢,叫做订单信息表,订单,另外一个呢,叫做订单上, 订单,订单,信息表里面呢,它的属性,包括这个 订单的ID,对吧,地址的ID,哎,就是 用户选择的收件地址是哪一个,然后呢,用户的ID, 哪一个用户下的这个 订单,好,支付方式是什么啊,你是微信的吧,你还是 货到付款,你还是银联啊,或者是支付宝啊,其他的啊, 那么,总数目,就是我用户,买了上面一共买了多少件 那么这个总金额呢 就是这个 加起来一共多少钱对吧 然后运费呢 就是这个订单的运费是多少 再然后呢 是这个订单的支付状态 还有它的一个创建 首先 好这是这个订单信息表 然后对应到我们这边呢 跟订单信息表对应的 还有一个叫做订单商品表 那么订单商品表里面 包括什么呢 首先 本身表的一个ID 他还要 他属于哪一个订单 他要记录这个订单的ID 好 这个呢是一个外件对吧 然后呢订单里面 包括的商品是哪一个 商品呢 SQID呢 要做一个季度 然后再往下呢 就这个商品呢 用户买了多少个 这里面有个商品的数量 好再往下商品的一个价格 还有对应的一个评论对吧 这是我们这两张表啊 然后这两张表呢 对应到我们订单里面的这两个模型类呢 就这两个模型类啊 在这两个模型类里面呢 订单的ID 我们自己指定的这样一个主件 然后User对吧 用户是谁 地址 地址是什么 支付的方式 商品呢 数量啊 商品的数量 商品呢 这个总金额 它的一个运费 这个订单的一个状态 那么状态的话 有一个对应的默认值 叫它这个 对方的等于1 代表呢 它是这个贷 支付啊 就你刚下一个订单 它就处于一个贷支付的状态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说 还有一个trader number 这个trader number的话 它就是最终支付之后呢 会返回一个支付的编号啊 这个支付编号呢 做一个保存 我们定义的一个trader number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注意啊 在一开始 你创建这个订单的时候呢 这个支付编号 它是没有的啊 我可以呢 给它设置一个默认值 设置一个default 设置为一个空 就它里面呢 一开始写一个空啊 写空啊 那么这是这个订单模型类啊 然后还有个订单商品模型类 那么这个首先有一个外件关系 对应上面的这个order啊 商品对吧 是哪一个数量是多少 价格是多少 还有它的这个评论啊 这是我们的这两个类啊 那么你知道这两个类之后对吧 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看之后 那么你就想一想啊 我在这里面 我用户在这个页面上 现在一点击这个 提交订单 他呢在后台要帮我生成订单的吧 生成订单的时候 那我这个页面 给后台我要传打 先参数过去 OK啊 好 商品的ID啊 还有吗 啊 月份啊 还有吗 啊 还有其他的吗 OK啊 收货地址是吧 你肯定你选拿收货地址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对吧 所以收货地址你需要啊 因为这个收货地址呢 它就对应着我们这边 你创建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一个地址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址你要传 另外的话 用户选择的支付方式呢 是哪一个 这个呢 你也要给我 传过去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用户要购买的商品呢 在哪呢 这个商品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对吧 他购买的商品是告诉我啊 那么至于像这个 什么总建筑 对吧 总金额 这些呢 还是按照我们说的 价格呢 你就不要再去 传了啊 传了也没用 对吧 传了也不会用啊 所以这部分 不去通过前端来传 你只要 你只要传的地方 其实包括哪些呢 我会点击吧 用户选择的这个地址的 RD啊 就在用户点击提交订单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应该传过去的参数啊 像我们呢 在这里面啊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订单的一个创建啊 就订单 创建 那么在这里面呢 用户点击提交订单时啊 提交订单时 那么需要传递的参数啊 我们需要传递的参数 好 其中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址对吧 哎 收货地址啊 包括这个收货地址 然后再往下呢 收货地址之外 下面还有一个对应的 支付方式 支付 方式 好 除了这个收货地和支付方式之外 还有这些 商品 ID 对吧 那么 就是用户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 ID啊 然后除此之外 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自己呢 在后台做一个 计算啊 就不用前端来传啊 传也不会用啊 因为他可能把它 改掉啊 所以呢 你只需要传的部分呢 包括哪几部分呢 就这三部分啊 收货地址 然后呢 支付的方式 还有这个商品的 ID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收货地址 我可以拿到 对吧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在后台 设置这个 Piless Order的时候 每一个是不是 都有一个Value值 对吧 我只需要把你选中的 这个Value值 是不是拿出来 对吧 就这个啊 然后呢 像这个支付方式的话 你看支付方式的 他名字是不是也都叫他 然后呢 你应该有个对应的值 这个Value呢 比如说 叫做1 然后呢 这个Value呢 给他起一个2 下面呢 来一个3 再往下呢 来一个4 好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就跟我们后台的 这个1234呢 做一个对应 做一个对应 OK 那么 然后呢 再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商品的ID在呢 他是不是没有 看一下 没有商品的ID啊 那么用户要购买的商品ID 你怎么拿到呢 你注意啊 我们这个信息 都是我们通过后台呢 给他传过来的啊 在我们显示这个订单 提交页面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呢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ID 是不是坐在这里面 所以呢 这是一个列表 对吧 那我可以呢 把它拼成一个字符算啊 怎么做啊 就是我在发出去的时候 我把这个sqids呢 给他拼成一个字符算啊 什么字符算呢 以逗号分隔 比如说你要买的是这个 125对吧 我最终拼成字符算 我就给你拼成这个 1逗号25啊 然后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直接是 逗号点这个 转的吧 转啊 把这个sqids 进行一个列表呢 给他传进来 这样呢 你就有了这样一种格式的一个 字符算啊 那么有了这个字符算之后 我能干嘛呢 我再把它呢 显示页面的时候呢 我给它传过去啊 给它传过去 sqids 等于我们的sqids s啊 那我把它传到我这个页面里面 我这个页面能怎么做啊 找到一个地方啊 比如说现在找一下这个提交订单的吧 提交订单这个A标签 我给它增加一个属性 叫做sqid s 等于我们的sqid s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去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我们在这个页面呢 我做一个刷新 我一刷新呢 我点击 刷新完之后 你右键 你常开玩意源代码 你看一下啊 好 这里面是每一个地址对你的 每一个地址ID 你在v6里面 你都可以拿到 对吧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支付的方式 再往下 你看一下这个提交订单 这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426 这个4和26 是不是我们要购买的 对吧 就是用户要购买的啊 所以呢 这三部分的值 你都可以拿到啊 拿到哪一部分 地址的ID 我在这边可以拿到 然后呢 支付方式我可以拿到 同时呢 用户要购买的 这个商品ID的这个 以逗号分隔的字符串呢 我也可以 拿到啊 那么这是这三个参数 就是我们最终要传过去的三个参数 我们都可以拿到 那么 然后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提交订单 对吧 关于这个提交订单呢 其实在我们这边 已经写好了一个 click 视线啊 就你在这边 你点击提交订单的时候 我这里面呢 就会执行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要往后台呢 去发一个 请求啊 请求的时候 按照我们刚刚的分析 我们要获取这么几个参数啊 获取用户 获取我们的用户 选择的啊 地址啊 ID 然后呢 还有是支付方式 那么 以及对吧 要购买的 哎 要购买 要购买的 商品 ID 哎 这样的一个字符算 对吧 下面ID字符算啊 那么这三部分呢 其实呢 你就可以获取了啊 下面这段呢 我们先不管它干嘛呢 先把它注释掉 然后在这里面写 我们自己代码 好 获取这个东西 那么首先 你看一下这个地址 对吧 这里面呢 首先每一个呢 都叫做 ADDR 对吧 内蒙叫它 你根据内蒙 你先把它找到 直接呢 就是 $ 然后 input 里面写什么呢 name等于我们的 ADDR下化线ID 然后 在这里面写的时候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啊 他因为是不是有很多个 你注意看一下 我们右键文件代码啊 这里面是不是很多个 往上拉啊 是不是三个 你是不是根据这个name 你能找到三个 我们要的是哪一个 是不是被选中的这个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继续往后加这个选择器的啊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选中的选择器 叫做冒号 check的啊 好 这样的话 我再取它的value值 就找到用户被选中的这个地址的ID啊 所以这一步呢 就是这样去找 然后找完之后呢 放在我们的这边 就是这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就应该获取到值呢 就是我们的地址的ID 好 同样的道理 下面找用户选择的这个支付方式 对吧 跟上面一样啊 dollar input name等于我们的paystyle 对吧 支付的方式啊 paystyle 然后 好 被选中的 因为有四个 找到被选中这个冒号 check的啊 然后点它的value值 找到被选中的这个支付的方式 它的value值 那么这里面其实呢 也是一样的啊 在这边找到它的吧 找到完之后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起个名字 叫做paymed paymed 等于它 ok 然后呢 再往下啊 你还要去 是不是要把这个也拿到 对吧 这个是我们用户要购买的 商品ID的这样一个 以逗号分隔的 字符串 所以你在这里面 dollar this 它本身的这个自定义的属性 atdr叫做sq sq s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有了一个sq ids的一个字符串 好 这三部分上入 我是不是都有了 对吧 有了之后啊 那么最终我们这个 发一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用什么请求 哎 往后台发请求 发什么请求 哎吧 rx啊 就在这边 发起我们的 哎 在这边啊 哎 发起这个 rx post 请求 那比如说这个提交订单地址 我们写什么呢 我们叫他啊 访问这个提交订单地址 就叫order commit order commit 然后传递的参数呢 传递的啊 我们最终要传递的参数 包括这么几个部分啊 那么第一个呢 叫做addr的id 然后呢 支付的方式 pay matter的 还有这个 用户选中的这个商品呢 id的字符串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也传过去 对吧 但是post提交的话 同样的道理 在页面上给他加上一个 csf token啊 在这边找上一个 加上一个csf token 那么我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把这个东西拿到啊 在这边 csf 等于 dollar 然后呢 也是input的根据一个name来找 这个name呢 叫做我们的csf middle well 2k 好 找到他啊 找到他的值 拿到他值啊 那么这里面呢 在发这个请求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猜数 对吧 组织一下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请求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几个东西啊 alert add 订单 你看一下 点击 哎 这里面没有反应的吧 没有反应什么错误啊 右键 检查 找到这个console啊 点开之后看到这个dollar没有被定义 对吧 哎 dollar没有被定义啊 static啊 cs下面的 dequery啊 这样的话啊 你再一次的去刷新这个页面啊 你就看一下刷新 那么他这边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他就不会 ok啊 选择这个支付方式 然后呢 点击这里面的提交电台 你看到啊 id是3对吧 中间的支付方式也是3 用户要购买的是不是4和26 对吧 同样道理 你换一下这个地址啊 你在这边 你点击前面是不是变成2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 哎 这几个信息的获取啊 获取完这个信息之后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请求这个地址啊 请求地址的话 我们在这边就写上一个 dollar点 post 访问谁呢 访问我们的order order commit 然后呢 对应着这边 我要传的参数 我可以呢 在前面呢 我先组织一下这个参数啊 我们在这边 先去定一个字典 组织 参数啊 这参数前上一个paramers 等于我们的addr的id 然后addr的id 然后呢 这里面再来一个中方式 apay manet 对应着我们的pay manet 然后再往下这个sqids 那么这个呢 就对应着我们的sqids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csf middleware tooking 好 对应着我们获取到的这个csf的值 那么把它获取到之后 对吧 最终我发的时候呢 我这里面就应该传我们的paramers啊 对应着有一个回调 对吧 这回调至于要进行什么 是不是根据这个返回值 对吧 这个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一次呢 给大家先写的是我们这个提交订单的这个gs啊 对gs这边 你就要把这几个参数呢 给他拿到啊 拿到之后 然后呢 请求这个地址把参数传过去 根据他返回的内容呢 做一个相应的处理啊 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ok啊 这部分是这个gs啊